在遭遇烂肠雨袭击的豫南小麦抢收结束后 中原粮仓河南的卖收重心已跨过黄河移至豫北地区 由于该区域是小麦种子主要产地 其收获入仓情况备受关注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 该省有小麦种子田400多万亩 麦种产量38亿斤 占全国38%以上 其中60%分布在豫北地区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小麦种园大省 作为黄河以北重要的小麦两种繁育基地 新乡县拥有20万亩种子繁育田 在该县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趁着麦熟收割之前 小麦育种专家如正刚带着十余人 在麦田间进行育种研究重要步骤的选单猪 将麦田里猪系强壮 岁多利满的小麦精心挑选出来 整猪带回实验室 要像小麦单产的天花板 尽可能的耗尽 那么我们主要研究了 比如说小麦的根系活力基因 让根系吸收土壤肥力很强 耐氦能力强 耐烙能力强 第二个呢 静感的抗倒基因 正在研究 牧产能够实现一千公斤以上的这个强格的这样的基因 这个我们已经有佛突破了 很可惜为我们未来的小麦产量水平更高 变定了静感的支撑能力 还有一个 我们在小麦的高光效研究方面 把椰片的光合能力提高了12% 把碎子的光合能力提高了40% 今年这个连续下了几场雨 对于生产来说有一点点恶劣 但是对于我们育种来说 确实一个选择好品种 或者好单株的一个年份 因为啥 他这个老天爷制造的压力太大了 在这种高压情况下 我们选择出来的好东西 在正常年份将会是更好的东西 与育种专家手工拔麦不同 当地种子田里 忙碌的收割机不在少数 今年卖收季河南雨水多 新收获的小麦湿度较大 因此晾晒极为重要 记者在新乡县村镇走访看到 村道两侧 村文化广场 水厂大院等都成为晾晒场 经历了收割 晾晒等程序 一粒小麦能否入库成为种子 还有一道难关 种子公司的入门关 在河南柯林种业有限公司大门口 农户们提着新收获的小麦样品 将李方顺团团围住 他从事种子检验工作40年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只有验过水分 纯度 色泽 并合格的麦子 才会得到他签发的入库通行证 采访中 该公司总经理李松科介绍 牙绿 水分 纯度 是种子检验的基础指标 今年雨水多 对麦子湿度 发芽率 更需严格把关 确保种子安全 这是我们经营的生平线 所以这个我们是必须要保整的 种子进去如果不发芽的话 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这个开不起外交 今天汪念一样 他这个奉献我们都会有控制 避免了堆积 发热 贬妹 贬直 这个硬香种子质量 今年我们要刀苦 要整体的手苟一万 然后我们要把他整个苦要刀一遍 这个一放万一 每一天 每个苦 每个品种 我们都会去去养 然后都会撤他的眼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 截至6月8号8时 该省已收获小麦7506.8万亩 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88%